越往大山深处走 气候的变化会越来越明显 比如说这里的特点就是 早晚温差很大 气候又非常的潮湿 越到年末的时候 这种天气会体现得越来越极端 一般来说像这样的地方 当地人的食物都会和 当地的地理环境气候等因素 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那么在这里 我们能找到什么样的美食呢 继续深入秦岭八山之间的腹地 我们来到了略阳县 这里地处山区 冬天的气候潮湿阴冷 所以即使补充能量和热量 对于长期生活在大山深处的人们来说 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略阳县处于汉中盆地的西远 是陕西四川和甘肃三省的交界之处 历代不仅是战略上的要地 更是有着多种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化 在此聚集 今天我要去寻找的 就是一种来自羌族的美食 来到这户山里人家 火堆旁的一老一小吸引了我 你们这干嘛吃早餐的 吃早餐 你叫什么名字呀 高一鳌 高一鳌 你多大了 我小小 你这是吃早饭的吗 没吃 没吃 那你吃的这是什么呀 吃这个嬷嬷 吃嬷嬷 早饭就吃这个嬷嬷 逛逛逛逛 逛逛逛 还得姐姐告诉你啊 和蔼可亲的老奶奶 天真活泼的小朋友 这样的场景 瞬间让我找到了 淳朴生活的滋味 房屋地面上的这个火堂 极具山区特色 这也是居住在大山深处 尤其是像枪族 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人家 典型的生活习惯 地上的火堂不仅能用来取暖 还承担了烹煮食物的功能 白膜在炉架上 被烤得又香又脆 而小朋友所说的罐罐茶 又在哪里呢 我姐这都忙不上了 咱们这罐罐茶 它里边还有加面吗 因为这个罐罐茶 调料它比较多 一般我们也就是 因为自己家里有什么料 然后就放什么料 因为这个面的话 一般每家都有 面都有 这面是要做什么 这面也就是说 茶熬好了以后 然后把它调到碗里边 就是当作料 好 反正我听起来 是一点概念都没有 茶里边有面 然后这些东西 它土豆 要从厨房灶台边开始作戏 看来这罐罐茶 还真不是一碗普通的茶 一日之际在于晨 高宴高作 作为山里人 早餐中必不可少的一样美食 罐罐茶必须要满足 热量补充的需求 您看桌上这丰盛的配料 黄豆 鸡蛋 豆腐 腊肉 还有油锅中翻滚的面疙瘩 动物蛋白质 植物蛋白质 还有足够的脂肪和热量 怎么看都不像是 要做一碗茶的样子 难道这罐罐茶 是像老北京茶汤那样 叫茶而不是茶吗 其实你看挺有意思 你看所有的东西 都切成这种小丁 豆腐 面果 黄豆 包括这个鸡蛋 颜色都一样 形状都一样 就是你单看的话 乍一看根本就看不出来 但我估计吃起来口感 就很丰富 是吧 是的 这个当我做的罐罐茶 但是到现在还看不出来 这个罐罐茶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个料都现在都已经炒好了 是吧 那这些小调料呢 这些是煮茶水用的 这些是煮茶水用的 那咱现在就可以煮茶去了 就到奶奶那边了 是吧 可以做茶了 把这个收起来 经过厨房里一番热火朝天的混战 制作罐罐茶所有的配料 终于准备齐全了 回到刚才那间有火堂的屋里 一张小桌 一堆炉火 再加上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我们终于要看到 这罐罐茶的炉山真面目了 这一回算是准备齐了吧 对 这下可以煮茶了 可以煮茶了 这个茶怎么煮过 看了 这要怎么放 从直接放一点 这一整卷 可以 放进去 一两花椒粒 然后这些呢 一样一样放一点 一样放一点 八角放两颗 对 感觉像做一道菜 茶叶 茶叶多放 茶叶多放吧 对 这一把 可以 好 可以 原来这罐罐茶里 还真的有茶 高雁告诉我 当地人早餐煮茶时 对茶叶的选择并不固定 用老茶梗或者绿茶都可以 味的就是那清香的味道 霍香 霍香得怎么放 放叶来放那花 一起放 都可以放 抓一把 对 这么多霍香啊 这个美食 这个多一点 这个味道好 味道香 煮汁罐罐茶的另一大特色 就是要加入霍香 霍香既是香料 也是一味中草药 不仅可以给茶汤增加独特的清香味 还有杀菌和厨师的功效 最重要的是 这种植物就生长在人家的房前屋后 随用随取十分方便 茶水煮开以后 接下来的这一步 就有点像老北京茶汤了 在茶水中倒入事先准备好的面糊 经过慢慢的搅拌 茶汤变得越来越浓稠 当再次煮沸时 这罐罐茶就算是熬好了 我们刚才在厨房里辛苦准备的各色配料 终于要闪亮登场 这可以调了是吗 嗯可以调了 先放了这是花生仁 嗯 随便这个 豆子 没有鲜出风水 反正根据个人口味来的 对喜欢吃什么可以多放点 嗯 还有脑海肉 啊 很辣肉 这就是一个基本搭配的是吗 对 这个的话一般我们就是拿这个干磨配着吃 然后如果说是这个因为不用筷子也不用勺子 喝不得来就用脚一下 然后脖也 诈点是 诈点是泡沫了 也可以泡 嗯 来来 没事 这个是你的 咱们这个喝罐茶要先进长辈是吗 对因为我们这个放罐茶也就是早又有虚 要先进长辈 应该的应该的 这个小朋友赶紧吧赶紧给你吧 来这就是你的 虽然山里人的生活看上去简单粗犷 但浓浓的亲情却因此而保持着最纯朴的味道 一家人的相敬如宾 看的旁边我这个吃瓜群众心里都是暖暖的 在冬天寒冷的早晨 一家人围坐在火塘边烤上几块馍馍 再来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灌灌茶 一夜的寒气就此消散 听高雁说 灌灌茶最早只是当地人为了汁干活不累而发明的一种早餐 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人们最熟悉的味道 我先说味道 我觉得这个这个锅巴茶改变了我对一种味道的看法 就是那个应该是霍香吧 就加了那个霍香 原来霍香还可以有这样的香甜的味道 而且再也就说这个口感 这个口感其实它最大的特点 就是你喝了一大口下去 你会发现你之前加了所有的料都进到你的嘴里 你每嚼一下都能体验出特别丰富的口感 比如说有脆的有筋道的 然后还有特别香卵的 然后你吃下去之后觉得好满足 一口下去 快点喝 喝完以后我们下午可以大事要忙吗 下午还有大事 什么大事 今天是我奶奶八十大事 今天下午要给我们来做剩子 是吗 你们也一起来吧 好好好我硬菜 您这个切的是纯肥肉吗 纯肥肉 这叫石渣肉 对 然后您的意思是全用肥肉去做 对 又脆又香的那种感觉 嗯 茴子刀 茴子刀 这是一个什么刀法 嗯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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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断了 哈哈哈哈 没事 对 开始了 我讨厌它 可以儿子 我讨厌它 先喝下筑脱了 我讨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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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讨厌它